回到窮遊有一封流 很久沒回來 很久沒見過 我們現在減了產 減了產的意思是大家如果有聽開節目都大概留意到 其實我們兩個星期就播一次雙周刊出來 為什麼呢 相信很多人都了解到現在因為全球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去不了旅行 被迫在香港 所以有料的嘉賓很多 但有近料的嘉賓不是很多 第二的情況 其實現在大家都去不了旅行 做了這麼多 大家都沒什麼意思 我們經常有一個旅行欄 好像剛才曹祖所說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繼續帶人去旅行呢 但是我們帶你去旅行 但是你自己去不了旅行 包括我們自己都去不了旅行 還是說不是啊 我們不如看梅子呀喝吧 說一下旅行 說了當去了 看了當去了 當然我們兩邊都會兼顧一下 所以你看到我們有時候現在 我們都不是很地方性的旅行 你看到我們現在的節目 很多時候都有些主題性 甚至我們會很本土 很本地遊 因為信應現在的氣氛 上個星期找到高登音樂台的A仔上來 說到以前的大團 還有邊境 邊境那些旅遊的景點 是不是 其實原來法國都不差 都不差 成為熱點 現在你上次聽他們說都是 其實可能以前沒有那麼多人去 現在因為個個去不了旅行 所以變成要在本地發掘多些旅遊地點出來 沒錯 那今天我們有一個新的一個專題 就是說不搭飛機的旅程 沒錯 那不搭飛機的旅程 其實就如現在 其實都對的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飛機的航班 縮減了很多 但其實我又發覺又不是很貴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人搭飛機 所以很便宜 是呀 只不過是班設縮一點 你可以選擇的時間 亦都少了 就算你外地回來 其實你沒有用的 你去完之後你外地回來 你又要隔離 是不是 所以 而且你就算隔離也好 你很多時候 現在你去旅行 回到香港 都會被人罵的 分中是 是不是 你去街坊 你試試還打卡 在那裏呢 當然是疫情關係 又阻礙了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想 介紹一下Yuki 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認識她呢 我就是看到她有一個 旅行的 是不是不用做的 我們經常這樣問的 我們經常問那些嘉賓 你是不是不用做的 是不是不用上班的 現在是 現在是 之前不是的 之前是有上班的 但是為了去旅行 是 遲了一份工作 然後就去這個場旅行 沒錯 其實我們有很多朋友 都是這樣 很多嘉賓都是這樣 很多嘉賓都是這樣 其實你說是不是 怎麼說呢 是不是絕對不用做呢 又不是絕對不用做 只不過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遲工去旅行 為什麼 其實遲工去旅行的 就是喜歡去旅行 Yuki 其實我也是看你的Facebook 你的Facebook 其實都記錄了你去了很多地方 是呀 你可以介紹一下你去了哪裏 先看一下你的Page Yuki Barbara 又玉基巴巴拉 先Like了 以前試過香港坐火車去英國 很厲害 很厲害 想都想不到 終於專門去銷售一些 不坐飛機都是去旅行的地方 你是不是很討厭飛機的呢 其實我不是很討厭飛機 而是很怕坐飛機 為什麼呢 很怕坐飛機 我都很想暈一個這樣的人 我也沒有問你 其實因為我們 深圳坐火車去英國 我們上來的嘉賓 大家都喜歡去旅行 當然你說是不是很喜歡坐飛機 我相信沒有人喜歡坐飛機 因為坐飛機真的辛苦 你是很害怕的 為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這麼害怕坐飛機呢 有一種壓力 有壓力 氣壓都很不同 一來有氣流的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的 我很害怕飛機會不會有什麼事 會不會失事 我會有很多事情想的 但是我又很喜歡去旅行的 所以我就經常上網去找一些 有什麼途徑 可以去到我想去的地方 而又不需要坐飛機 是 這個都 我認識的人當中 都有的 都不乏你這種人的 只不過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他又沒有你這麼有決心 會持一份 老實說 現在香港 香港底打工 我們如果不坐飛機 怎麼去旅行呢 已經是很困難的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因為我們沒有嫁的 說來說去 你那十幾天嫁 你一程船都沒有了 所以變了 這個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很難 但是對於Yuki來說 可能他有決心很大 會可以辭職去做這件事 我看到原來你拍片都很厲害 有十六萬的視頻 看看 原來這麼厲害 而且你是主打用英文去講述 即是你打國際線 我是主打廣東話 廣東話 因為這些片 他就不用說有什麼話說 只會加一些英文 希望有多些外國人去看 很厲害 其實如果你旅遊片或Blogger 因為現在很多人做 很多人都分薄了 你可以儲到這麼多視頻 你也有辦法 我覺得Yuki有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你的片裏面是沒有話說的 沒有話說 但全部都是字幕 大部份沒有話說過 我發覺有些片沒有話說 但有些片就沒有話說 有些片就沒有話說 我看的全部都是沒有話說的 你剛好看的那些 你很用心做字幕 教人怎樣去搭火車 買票等等 其實你想想 如果你沿途自己都很關注拍一條片的話 其實你都很忙 我們會這樣說 如果你很專注拍一條片 你很專注記錄下 你用導演的心態去旅行 你會不會享受不了這個旅程 不會的 其實我為什麼要拍這些片呢 因為我想記錄下我自己去的地方 用什麼途徑 坐什麼車 就當擺放上去跟別人分享 拍一拍一下 突然間很多人問我東西 有很多人看 我會繼續拍我其他的片 你本身就想去記錄下 然後就在眾人鼓勵之下 因為有很多人問你 原來有這麼多客人 不如要多拍一些 因為我怕我將來想去的時候 我又要重新再找那些資料 因為我找資料其實都找了一年 計劃這個旅行 所以我就不同 我自己是相反的 我都嘗試過拍片或拍照 但我發覺好像很忙 剛才曹總所說 搞到很忙 做完所有事情 我要走了 有些人怎麼說 你說去買票買機票 尤其是你walk in 去買車票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 很交困 自己在撞撞撞撞的心態去做 因為我覺得 你也是時間很緊迫 我猜我們跟Yuki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就是時間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要上班的人 變成我們的時間 日日分分斷了 不要說很緊 我們要很準的 出錯的機會不多 例如剛才那條片去Hostec 你可能可以花很多時間在那裡 但可能我們不是 兩天一夜就離開了 甚至是有時候只是猜測一下 有時候只是猜測一下 網上看到這麼多的資訊 剛好是有中文寫的 你才會看到 然後你就是靠那個資訊 然後把所有運氣 就倒在那個項目上 有一個人在上面教 就是這樣說的 有時候我在網上 在blog上問來問去 就是一個人回答我 那我信不信他就好了 我只能夠信他 對不對 你本身已經很沒把握 或者已經很狼狽 你還哪有這樣的心情 會不會弄耳霞自己去拍片 去教人呢 所以你就要經歷過才知道 是啊 要經歷過 我猜就是時間問題 譬如你真的辭了工去 變成你可能能夠的時間 就比較多 我想問多你一件事 你是一個人去還是不是一個人去 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即是有人幫你拿機 其實拿機都是我自己的 都是你自己的 但我會覺得 如果起碼心情上 都會沒有那麼緊張 特別是女生 當然現在男女都很平等 很多女生都自己都可以去 但始終如果你有一個partner在身邊 很多東西是可以照顧得到 感覺上會安全 還有其實還有很多 我會覺得 剛才曹總剛剛說 例如買票 訂酒店那些東西 其實我們叫他做旅行的admin 就是這些admin 有時有些旅行的人 就不喜歡做 又甚至他們不是很有planning去做 有時有些 我相信你也聽過 其實有很多人就很隨心而來 隨心而去 甚至去這裏 去多少天 我不知道 在那裏住下 有很多人就會是這樣 你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 你是在香港 你是很好的 你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我都告訴你 我已經計劃了一年的時間 而且其實 一早計劃完之後 這個旅程 最初都有點害怕 害怕危險 所以不敢去 你害怕什麼危險 最主要因為我去那個地方 你已經有partner了 因為我會經過俄羅斯 俄羅斯 我最初就怕俄羅斯很危險 我又怕那些幹頭黨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值得害怕 因為其實除了行程上 可能怕遇人不熟 第二件事就算你上網也會害怕 因為他黑客多 有時如果你說手機 你說上網去訂這個訂那個 可能很多資料會被人盜竊了 所以有人都教 如果你要去東歐或者俄羅斯 這些地方 尤其是莫斯科 所以你盡量 你一定要申請一個VPN的帳戶 才好去隨便上網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很熟悉VPN 近一兩個月大家都經常講這個話題 那也是的 因為其實 可能你看了很多資料 我認為你會恐懼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是有很多股市的 在網上實在有很多大家的經歷去分享 令到你害怕了 那最終去到俄羅斯 最終去到俄羅斯 就比我上網看的 想像中的東西是不同 通常是誇張了 對 我覺得誇張了 去到我覺得不是 都很安全 不感覺到有這麼危險的東西 又說會有恐襲 又說江頭黨到處打人 不覺得是這樣 但你就不要惹俄羅斯人 你不要惹俄國人 因為戰鬥民族真的很厲害 很打得 反而我去到我覺得那些人 是全部 很多個人都是很友善 很多人都很友善 是呀 即是反過來 他們英文都很願意說 不是 因為他們不是很懂英文 他們懂一點 但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我想買的東西 我可能指一下 可能收銀的人 就不知我在指什麼 隔壁的人就會幫我 叫那樣東西 很多人會幫你 你覺得很幫助 現在不用了 如果語言不通的話 你不要拿手機出來 你即時傳譯都可以 很多時候都可以 很多時候都可以 科技是幫助到我們 但最主要是Yuki覺得 俄羅斯原來也不是這麼恐怖 不過我遇過 我真的有一班 穿了公仔衣服的人 公仔衣服 即是裝公仔的 在哪裏 在俄羅斯莫斯科 莫斯科是最危險的 可能他看到我揹著相機 他走過來 叫我一起拍照 我們就說不拍了 他就說不拍了 不用錢 我們都說不拍了 他就要抓住你 我硬拍了一副 他就問你拿一百元美金 美金嗎 是啊 一百元美金 很久啊 然後我們就說 沒有 然後他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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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百 一百 然後我們就不理他 他只回答我們 好像不想放你 通常這些 他有四五個人 通常這些 我現在去旅行 都培養了一種 一種下意識 一有人很主動走過來 你也不是 一來一來 第二 通常我都說過三個字 如果有三個字 一過來跟你說 你就很羞皮 你就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觸 就叫Hello my friend 哈哈哈哈 另外還有一些多國語言 即是一句Hello 他是用十種語言說出來 是啊 如果他是這麼多語言 尤其是看你黃種人 首先 如果他預期你有錢 離不開兩種語言 要不就是他見你的樣子豪客又土豪 那就說普通話 如果你是斯文的 就跟你說日文 或者是說韓文 如果這麼多語言都會說的話 這個人很人極有限 沒錯 因為太有機身了 而且在泰國也是 我發覺 不懂英文的人 通常會比較純樸 我發覺是這樣的 不過我有個看法 就是不可以一竹竿打一船人 但這個情況是怎樣說呢 就是在城市和鄉郊 是可以反過來看的 譬如在城市遇到一個 剛才曹總說的那個人 都很危險 Hello my friend 還有很主動 但是如果你在鄉郊地區 如果有些人很主動 我覺得未必是真是壞人 因為其實很多鄉郊地區的人 都是挺好的 特別他很照顧一些 他見到你是旅客 他會很幫忙 很幫忙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很難一概而論 其實可以理解的 因為如果 全心去騙人的人 首先 他一定會選擇地方 他選擇地方找食 去station 然後整隊人 去做一個這樣的搭棚 去找食 那你一定是去一些旅遊區 或者多水雨的地方 其實是 尤其是你 有新光景靚 然後又大搖大擺 那些人 他們通常覺得 難得來一次旅行 他們花錢 那個戒心可能是小了 他們那些人 最容易被你騙的 就是這樣 但你去鄉郊地方 那些人 那些壞人 即使要組織都不會在那裡組織 不會在那裡組織 其實很容易可以理解 所以變成 如果你說 日本不可以這樣比較 日本其實就算是最發達的東京 其實都很少華人 我覺得是 Yuki 那你怎樣 俄羅斯 搭著你肩膀 不讓你走 最終怎樣做 最終 我們捐下去 蹲下 捐走 那他又放你 即是他圍著你 一個搭住 一個搭住 然後蹲下 一捐 捐走 其實我在想 那些公仔人 沒有理由 公仔人跑得比你快 不是 因為他看到我們走了 他就沒有再追我們 這樣也不錯 因為那裡大街大巷 附近有些餐廳的人 看著 他應該不敢那麼窗 其實公仔人 在很多地方都出過 很多地方都有 羅馬都有 除了俄羅斯 其實最出名的其中一邊 倫敦 倫敦大笨中旁 是很出名的 你試試在網上 倫敦大笨中 什麼公仔 什麼卡通人 那些 很多 又是一模一樣 跟你說的完全沒有 所以很多不同的旅遊區 都有這些卡通人 有黑衣 又卡通人 我布拉格有見過 如果你在倫敦見過 巴黎又沒有 巴黎好像沒有 但是羅馬一定有 很多不同的手法 羅馬一定有 除了這些卡通人之外 還有很多 又被人聘請你 有些人做問卷 你只是上網看 那些什麼歐洲騙案 那你就要跑一跑 我相信你讀了 因為你去這麼久 我讀了 說回你的旅行 你不搭飛機的旅程 你人生之中 聽說你兩個旅程 不搭飛機去過哪裏 剛剛那次去香港 去到英國 剛才我們看了一段影片 就搭西伯利亞鐵路 去到莫斯科那邊 接著就一路搭巴士 搭那些船 一路一路去 就去到英國那邊 就去到英國 接著就去法國 瑞士 那一路就去了多久 這個旅程 這個旅程去了三個月左右 去了三個月 那最終你會在哪裏回香港 最終在瑞士那邊 先搭飛機回香港 最後一路都搭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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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路跟家裏好很多人 所以沒辦法 最後一路就加入家裏一班 瑞士就是蘇黎世 蘇黎世 單程多少錢 回來香港 那時候是八千多 雙程都可以 其實單程比雙程 你貪過癮 你這樣去那程 一來我怕坐飛機 二來我真的很想搭西伯尼亞鐵路 又很想搭火車 豪華巴士的旅程 不過是的 如果你說 你由陸路去歐洲 算是一件 是一個achievement 也算是 沒錯 我也認同 因為始終 我們經常都說去歐洲 大家期望去歐洲 當然是坐飛機 去到一個 有歐洲古建築的地方 但是如果坐火車的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是怎樣的 和坐飛機的不同 你覺得自己 是不是坐火車 是有一種優越性的 可以做到一件 人生的其中一件 都幾優越的事 例如西伯尼亞鐵路 我都覺得是 一生人真的要坐一次 這個是真的 因為沿途 你會看到很多漂亮的風景 你會感受到很多東西 我坐上一輛火車 可能經過見到很多風景 你會感受到 人生的東西 你過去了 就看不到 回不回頭再看那樣東西 沒錯 其實坐那輛火車 是否辛苦 其實不辛苦 因為他一路去 他會中途有些站 給你下車 出去買點東西 吃 拍照 有些一個小時 有些兩個小時 有些可能半個小時 可以去上車 在車上 我搭那個 因為我是二人車廂 他就有個洗手間 在房間裡面 這麼好的 你就可以洗澡 不過我洗澡的水 很弱的 滴出來 好過沒有 有些人的做法 例如大家記得 我們有一集 有Vittoria說過 他就是用濕毛巾抹心 抹完身 然後用乾毛巾抹回去 這樣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或者是用濕紙巾 濕紙巾起碼有些簡易在上面 你就是 你起碼抹上身 那些膠底位 那些摺痕位 你起碼抹去 那些汗臭 就是這樣 其實是 那你頭呢 如果你的頭是黏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你只能夠是 你期望快點下車 你是周身不聚財的 那你是北京上車去到莫斯科 是嗎 坐了幾久 坐了六日午夜 六日午夜 中途有沒有大城會下車 貝加儀會有沒有下車 貝加儀會沒有下車 中途有很多的站 都會下車拍照 不猜我那邊都會下車給你拍照 中途會停在那裡等著你 會的 那不錯 其實我們經常都想著 停車停了 接客的 可能15分鐘內就離開 是這麼短的 你剛才說到一個 兩小時 有些位是十多分鐘 有些位是一個鐘 有些位是兩個鐘 可能大站會停得比較久 這樣嗎 即是它的車就停在那裡 就起碼停 我想可能會停半個小時 這樣嗎 一點點站 有些站是久一點 有些站是快一點 其實沿途 總之是上車下車上車下車 會不會是那些重要的城市 就會停久一點 不關事 不關事 因為它有個時間表 可能要就它自己的班次 而且去到俄羅斯或蒙古都要換餐卡 那去換餐卡都要時間 明白 這個就是 如果一換餐卡 可以有更長時間 對 俄羅斯除了換餐卡 最後那一段 都要換車廂 因為是給俄羅斯人 那我們就不可以再進去 這樣嗎 除了換餐卡之外 就不可以再走 是是是 都幾特別 所以你就覺得一生人要回答一次 是啊 好啦 那你坐這個叫二人房 幾錢 一個人 八千元 港幣 港幣 八千元 一個人 一個人 由北京到莫斯科 六五夜 純粹是車票 吃就不包 它包是中國餐卡 中國餐卡 中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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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餐卡 那一段就 包了 那兩天就不用錢 兩天不用錢 但是它包了那兩天 你是吃不飽的 我就是想問 中國餐卡 吃那些東西 喂 我們以前搭火車 我不知道很久沒有在大陸搭火車 究竟現在大陸搭火車 那些膳食怎麼樣 我想問一下你 膳食 它其實是 好 看一下那些相片 有相片 好 我們看一下那些相片 好 看一下那些相片 好 看一下那些相片 好 看一下那些相片 那它這一個呢 就是中國餐的那些 好 都挺精緻的 但它只有這麼多食物 西芹喔 那基本上呢 我都吃不飽 不要說男人吃 哈哈哈哈 那吃不飽 是不是有食物買的 有的 有的 可以加菜嗎 沒有的 我的家族 就是它的標準餐就是這樣 是的 它包你的中國餐就是這樣 那你就要去小食部買康師傅了 因為我有買一些食物上車 那一段我也有食物可以治療 即是你都準備充足 是的 我只準備了這一餐 即是那兩天 因為之後那幾天 我就是去其他餐卡 俄羅斯 蒙古餐卡 那些再吃 即是它是這樣的 其實西伯利亞鐵路 去到不同地區 它就會換一間餐卡 是的 然後它就有另外一些食物 是的 那你去俄羅斯 就會吃俄羅斯的東西 是的 這個是蒙古餐卡 這個是蒙古餐來的 是的 這些就要自己付錢 支費 貴不貴 不是太貴 但是如果你沒有準備蒙古幣上去 用美金找數的話 就會貴一些 哦 OK 但是有困難 在哪裡找蒙古幣給它呢 因為它下車 它在車站那裡有得唱 哦 那你在車站那裡唱 是的 有時候覺得很麻煩 因為我又不是來蒙古 那我就餵了你那兩餐 這樣就要付錢 是的 這個就是俄羅斯的餐 那是甚麼來的 那是魚來的 魚來的 就是鹹魚多一點 是的 我最初以為是鴨肉 好吃的 好吃的 我喜歡 但是這個吃得飽的 不是鹹魚來的 因為這是其中一樣東西 它有很多東西吃的 如果你說比較上好吃 我就覺得是俄羅斯餐會最好吃 是啊 反而是俄羅斯餐最好吃 是啊 俄羅斯餐是做得最好 嗯 那我們火車上面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一下 火車上面這個就是 你的房間 是的 二人房 它分了上架下架床 我想問一下 那間房間是否有門可以鎖住 是可以的 即是你真的是二人房來的 是的 真的二人房 即是可以做到房道的 其實你鎖住了 外面你拿一些鉗 其實可以開到的 是可以開到的 因為你下了車 可能叫那些職員去幫你鎖 他都是拿那些類似鉗的東西幫你鎖 哈哈哈哈 他就是拿鉗幫你鎖 所以那些重要的東西都要更新 是啊 重要的東西都要更新 噢 變成你的背包就不能放在那裡 是啊 要藏起來 又或者放在別的位置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洗澡房 都在房間裡面 這個就是二人房的洗澡房 很小的 我洗澡 我也是在外面裝一些熱水 混一些冷水 洗頭洗澡 即是這裡有熱水嗎 房裡面沒有的 要出去走廊那裡有 因為我們之前也聽過 要去某個地方拿熱水 是啊 走廊位就有了 如果你租那些四人房 那些呢 他們就沒得洗澡了 那他們擦牙洗澡就在這裡 這個公眾的 四人房 都可以啊 但是只能夠抹身擦牙洗澡 其他洗澡就不行了 那好了 剛才說 這個就是西班牌的鐵路 去歐洲 但是人生還去過一個 我們平時 香港人最喜歡去日本 每個人都回鄉下 你回鄉下的方法 就真的特別不同 你真的很怕搭飛機 日本呢 這麼近都不搭飛機 你就搭船去日本 你怎樣搭船去日本呢 我在香港 那我就搭 即是應該去到深圳 我搭高鐵去到上海 即是在上海 是的 然後我就在上海上船 是的 在上海上船 是的 那我就搭那個叫蘇州豪的船 那一輛是客貨輪的 其實不是很大 其實是很小的 有幾大呢 整架船都是這樣 這麼大 大阪去上海 上海又回大阪 上海又回大阪 是的 即是你是由上海出發 那坐那些艇船呢 就是去到會在大阪上海 是的 那我覺得對香港人來說 都幾有趣的 這件事 因為 即是特別 一般香港人 去日本就當然了 有誰不去日本 但是坐船去日本呢 我相信你都是一個 小數之中的小數來的 那你是真的 那時候還是繼續 因為不想搭飛機 或者怕搭飛機 所以就找了一個方法 坐船去日本 OK 那這個是什麼地方 這個是睡覺的地方 真的很日本式 男還男 女還女 這樣一間房 那這裡是一間房 這個是一起和不認識的人 一個common room 即是社交的場合 大家可以坐在地上 自己喜歡做自己的事情 一聊一聊 OK 那你在這裡會認識到人 但通常都是上海人 上海人 你坐這一程是很多上海人 是的 日本人就少 日本人少 回程去程都是上海人多 但這艘船不會有很多人 很少 OK 即是不算多人 不算多人 不算多人 一定少人 你會說的世界夢號 是的 很少人 很少人 即是都輕鬆的 是嗎 輕鬆的 但是出到海那一刻 就很大浪 有些人有嘔 都很暈 很不舒服 你的船很小 當然很容易被人拋 我想大家又要注意一下 現在我經常看到你坐船 很棒 很享受 因為我很喜歡坐船 因為那些座位當然漂亮 哈哈 如果你只是看照片 那它拍得很穩 一定是可以的 你置身其中 你才感覺到 搖房有多厲害 對 我們經常在想 正啊 坐船 慢慢的 那如果你在泳池游泳 那豈不是很大浪 它這艘船沒有泳池的 它不是游輪 它其實是客戶的 但如果你有健身室 跑步那些都會感覺到 這個都沒有 都沒有嗎 這個基本上只有房 即是沒有娛樂 你聽聞的 有一個叫做按摩池的洗澡房 我猜你不要當它是一個郵輪 你當它是一個交通工具 是一個交通工具 因為其實它是有裝貨 裝日 裝貨是比較多的 它大浴池都是日本 很日式的 你看到它坐的椅子都很日式 而且你剛才坐地下 那些都是很日本的 其實它在餐廳吃的東西 有些是吃日本的 吃日本的 有上海有日本的 兩樣都有 那它都不錯 再問一下 這艘船是多少錢 這艘船大概是一千多元 如果是商程的話 來回是二千多元 那我就去到上海 坐多久 坐了兩萬 兩萬 都很遠 因為它花得很慢 花得很慢 兩萬 但它是多少錢 二千多元來回 不如我們看看地圖 其實有多遠 由上海去大阪 究竟有多遠 其實它不遠 它的船是慢 哈哈哈哈 即是我會覺得 要坐兩萬 都很遠 即是我的感覺 感覺上 嗯 是啊 如果吐了一下 我覺得更慢 哈哈 那你有沒有吐 我沒有 你OK的 但試過有一段時間 睡在那裡 不能起床 即是上海 出東海 然後去大阪 去大阪 其實都很遠 老實說 你要經過整個九州 四國才到大阪 是啊 經過這個海峽 這個海峽叫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 我自己在想 我經常想試試 在韓國的釜山 韓國釜山就容易很多 坐船去福江 近很多 是啊 它那裡應該半天都可以到 如果你說同一個船的速度 這個很快 這個很快 這個我有想過坐 不過還沒坐 不是 中間會經過對馬 很多人都會對馬下去 對馬去日本 還是屬於日本 還是屬於日本 是的 這些這樣的島仔 其實是 其實在日本 如果我們去玩日本 其實有很多 日本就算是本地 都有很多道輪 其實我自己去日本 就覺得很享受 在日本坐道輪的感覺 沒有Yuki坐到上海那麼遠 在上海坐到大阪那麼遠 但是它在自己的日本 其實都有不少這些航線 而是每個這些航線 它中間 我會覺得他們很舒服的 它裡面的環境 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都不擠 就算多人極 每個人都有位坐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去歐洲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去希臘 上船是沒有位置坐的 要坐甲板 睡甲板 那些東西 那些位置是全部霸回來的 可能它有一百個位 但是收二百個人 因為它的船大 其實它可以載得到 只不過它沒有那麼多位置 讓人坐 但是日本就不同 日本的船上 每一樣東西都很舒適 就算它不是很豪華 你會覺得舒服那種感覺 所以我回答過幾次之後 因為現在經常都很喜歡在日本坐船 甚至現在不如坐遠一點 可不可以試試坐上北海道 我其實都在腦子裡面 很多這些計劃 所以坐船 甚至不乘飛機的旅程 都是一個頗特別有趣的 當然Yuki 你自己有個人需要 就是因為你不喜歡飛機 其實原來 不是省錢 可能是貴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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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貴一點 你想想 你那裡加起來 你來回萬六元 隨時是 去英國 所以一定是貴很多 是啊 還要現在的機票這麼便宜 你想想 現在機票真的可以很便宜 現在是 三千多 就是不要說現在虧的 就算之前 你拿四千元出來 已經可以去歐洲 四千元去歐洲 甚至有些聰明的 三千多元都可以去歐洲 你想想 你只坐那程 西伯利亞鐵路都不行 如果你坐四人房 去五千元左右 四人房 那也要五千元 所以火車是 現在火車為了船 現在已經比飛機貴 飛機反而貴 那我們這一節 差不多了 講到這裏 下一節回來講一下世界夢好